伴隨節奏神將走陣 但腳步不大穩 一瞬間軟腳 整個人摔倒在地 一旁的工作人員 趕緊衝上前把人給浮起 全台天氣熱呼呼 桃園大溪只有民眾目擊 連三太子都中暑了 而且這兩天的天氣 又是特別熱 二十四節日中的大 每噸將心 都有相當的重量 事件發生在桃園市大溪 的福人公二十三號 為官聖帝君做聖誕 慶典活動上體感溫度 狂飆到四十七度 扛神將的人員跳到一半 就受不了 廟方人員說 即便是較輕的款式 也有中暑風險 有的是塑膠 塑膠的你了解嗎 會中暑那是自然現象 專業技術團 帶著電音三太子出國表演 大型的神將穿上身 事實上唯一的通風口 就只有嘴巴的小開口 還能讓內部人員 看得見外頭 他的那個布偶的衣服 就是都已經把你照起來 然後你的視線 只有從他的嘴巴 所以裡面的空氣流通度 是很低 即便是舞獅跳起來 經由獅頭和身體照住 要展現力道 不過跳個一分鐘 內部人員就已經滿頭大汗 在走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陽光直射的時間下 我們大概都五到十分鐘 就會做人的更換 其實那個都有限啦 但最主要還是要多補充水分 不透風又沒有新鮮空氣 體力不支的話 容易產生暈眩 中暑就怕神尊 不會熱 人的肉身先倒下 三宣目光 時明請王映竹 桃園台北採訪報導